横守所信的道 四不真 一横守所信的道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守所信的道 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图十四章二十二节坚忍 是真实信徒的标记 基督徒的生活 不仅在神的道上开始 而且要继续前进 拿破仑说得胜 使我成为现今的样子 他也使我保持继续向前 因此亲爱的弟兄 得胜也把你造成今天的样子 并且能使你继续向前 更竭力向上 应该是你的座右鸣 真正的征服者 最后领受冠冕的 乃是那些继续向前 直到征战号角停止的人 因此坚忍成为 我们一切属灵仇敌 所攻击的目标 如果世界能阻止你行走天路 使你在这浮华世界中安定下来 那世界必不反对 你暂时做基督徒 肉体也趁机要陷害你 拦阻你走荣耀的道路 昨天路可太辛苦了 来吧 放下这个重担 难道我们必须一直受罪吗 难道不能暂时放松一下吗 在这五止息的征战中 至少给我度假的机会吧 撒旦要猛烈地攻击你的坚忍 那是他一切火箭射击的目标 撒旦将竭尽所能地来拦阻你的服饰 他会暗示你 你所做的都徒劳无功 你需要修行 他会千方百计地 使你因受苦而感到疲惫 在你耳旁地语说咒诅上帝 然后去死吧 他也会攻击你的信心 说这样热心殷勤 对你有什么用处呢 跟其他人一样安静吧 像他们一样安睡吧 或像其他的童女一样 灯熄了就算了 撒旦也将攻击你对真理的认识 为什么要持守这些宗派的教条呢 那些聪明的人 岂不是越来越自由开放吗 他们已从那些古旧的信仰出来 走向新的潮流 因此 基督徒啊 拿起你的盾牌 穿上你的盔甲 向神发出呼喊 靠着他的灵 你必能坚持到底 加尔文主一语复兴再进一步 好使我可以把这些要点讲清楚 让我的弟兄要推走的垃圾少一点 我们有时候听有人说 我们这些持守 加尔文主一观点的人是复兴的大敌 但那这样说的人应该回学校看看历史书的开篇 嗨 先生们 在教会历史上 除了吉少的例外 你们根本找不到一场复兴 并不是由纯正的信心生发出来的 奥古斯丁做了什么样的大功 让教会突然醒来 脱离柏拉旧主义把他推入的那邪恶致命的沉睡 宗教改革本身除了唤醒人的思想 回归那些古旧的真理 它还会是什么呢 不管现代路德宗已经偏离 他们古老的教义有多远 还有我一定要承认的 就是他们中有一些人 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同我现在要说的话 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预定论上是没有争执的 他们的观点是相同的 马丁路德所写的《论意志的捆绑》 是在《神白白恩典》这个题目上 刚强有力的一本著作 要是加尔文本人来写也不过是如此 听听这位伟大如雷鸣一般高呼的人 听听他在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 那么请基督徒读者明白 神对一切的预见都不是用应急的方式 而是他处于他亘古不变的旨意 预见、定制、行事 这是打破推翻自由意志说的雷鸣奠基 我需要向你们提笔胡斯、布拉格的耶柔米、法雷尔、约翰兰诺斯、威克里夫、维斯赫和百富德更美的名字吗 我只需要说这些人持守同样的观点 在他们的年代任何好像阿民念主义复兴这样的事情都是闻所未闻 人也不曾梦想会有的 然后让我们来到更近代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例外 就是在魏斯里先生带领下的奇妙复兴 魏里宗寻道会在其中占料如此大的地位 但请隆我说 魏里宗寻道会教义的力量在于他的加尔文主义 寻道会大部分人完全否认伯拉丘主义 他们坚持人的全然败坏 圣灵直接动弓的必要性 改变步骤的第一步不是来自罪人 而是来自神 他们那时否认他们是伯拉丘主义者 现在寻道会信徒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坚持 人德就是因着圣灵动弓 唯独是因为圣灵动弓 魏斯里先生的许多讲道 岂不是充满了那伟大的真理 就是要重生 圣灵是必须的 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 他坚持传讲圣灵带来新生的绝对必要性 还有一些其他要点是非常一致的 例如说人的无能为力 当我们说 人靠自己不能悔改相信 不管人是怎样谩骂我们 这都不要紧 然而古老的阿民念主义标准也是如此说 确实 他们坚称神已经自恩给每一个人 但是对于离开恩典 人里面没有能力去做对他自己得救 有益的是这个事实 他们也不反对 那么让我说 如果你们去看美洲大陆 就会看到加尔文主义的教义 是如何对复兴不利的这个谎言 是怎样不攻自破 看看在约拿丹爱德华兹 还有其他我们可以指出的人的带动下那奇妙的震动 或者转回来看 马炳瑞又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评论那些出名的加尔文主义者 前模式博士 马德罗博士 在他们之前的李文斯顿 海戴恩 爱斯金和类似的人 我们可以怎么说他们一派的人呢 不就是他们毫不退缩间 持并传讲我们 今天要传讲的伟大真理 然而神验证他们所说的 大群的人得以被拯救吗 如果不是这看起来 太像夸口人自己在神手下的工作 我就要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发现传讲这些教训是会让教会昏昏入睡的 而是当他们热衷坚持这些真理 他们为人的灵魂着急 还有我自己给他们施洗 那些承认他们信仰的一千六百多人 他们都是活得见证 就是这些古旧的真理 在当代并没有失去促进信仰复兴的能力 二 四部真论读书 我在特罗亚留于家部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提后章四章十三节关于这节经文 四部真如是说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书 我们只能对那些疲倦是什么做一些猜测 保罗留下了一些书 可能是包在那件外衣里 他要提摩太小心把这些书带来 就算是一位使徒也需要读书 我们一些非常极端的加尔文主 义弟兄认为 一位读书为他的步道学习的牧师 一定是一种非常值得谴责的传道人 一个上讲坛 自称在现场选择他要讲的经文 讲论任何数量的荒谬之言的人 他是许多人的偶像 如果他不经事先默想就说话 或者假装如此 绝不带出他们称为死人脑袋一碟菜的东西 他就是传道人的典范 他们要受到使徒多大的斥责 他是受了神的漠视 然而他要读书 他已经一直传道至少有三十年时间 然而他要读书 他信过主 然而他需要读书 他比绝大多数的人有更丰富的经历 然而他需要读书 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然而他需要读书 他已经写下了新约的大部分 然而他需要读书 使徒对提摩泰说 也是对每一位传道人说 你要以宣读为面 不读书的人 他的书觉 不会有人去读 从来不引用别人的话的人 他就绝不会被人引用 那不愿意使用别人脑子里思想的人 是证明他自己没有脑子 弟兄们 牧师是如此 我们大家也当如此 你们需要读书 尽你们所能唾弃清福的书籍 但要尽可能研习纯正的神学著作 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著作 还有对圣经的注释 我们相当肯定 你们使用你们空余时间 最好的办法 不是读书 就是祷告 你们可以从书本里得到极多的教学 以后可以再是奉你的主神 和主的时候作为真正的武器 保罗呼吁那些书 也要带来 让我们加入 来一起这样呼吁 斯布真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传导人 他讲道非常有能力 被人称为讲道王子 斯布真讲道的能力来自祷告和阅读 在他讲道的时候 有一部发动机 也集一个祷告的团队在支撑着他 另外 斯布真博览群书 从历代鼠陵前被那里吸取了许多的动线 斯布真有一个个人图书馆 藏书册 斯布真通常每周阅读六本书 而且能记住书中的主要内容和内容的出处 斯布真自己深得阅读的好处 因此也极力地与会中分享读书的益处 有一个主日 他讲道的题目叫保罗 他的外衣和书 专门分享了读书对于基督徒的重要性 保罗在狱中的时候 写信给提摩太说 我在特罗亚流域家部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提后四章十三节 在斯布真的时代 有一些传道人不读书 拿着圣经走上讲台 就信口开河 这些人却受到会众的崇拜 针对这种现象 斯布真发出了阵笼发聩的声音 甚至使徒保罗都需要读书 他情绪激昂地说他被圣灵漠视 然而他需要书 他至少讲了三十年的道 然而他需要书 他亲眼见过主 然而他需要书 他比多数人的经验更丰富 然而他需要书 他曾被提到三层天上 听见隐秘的言语 然而他需要书 他是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作者 然而他需要书 三、斯布真论恩典教义 我并非仅仅因为 加尔文这样教导而相信 而是因为我在神的话语里头 找到他的教训 我相信 原罪、拣选、有效护照 最终保守的教义 以及所有被称为 加尔文主义的那些伟大真理 尽管加尔文并非这些的发明人 只是一个在此题目上 有能力的作者和传道人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的基本教训 在这里 我不问你们 是否相信所有这些 你们可能不会 但我相信 你们在进入天堂之前会相信的 我深信 正如神洗净了你们的心 在你们进入天堂之前 他要洗净你们的头脑 我相信 那不愿意服在神间选的爱和主权的恩典之下的人 他很有理由 问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那与之 对抗的灵是魔鬼的灵 是没有降悲 没有得到更新的新的灵 其他人说 但是神是预先看现他们的信心而拣选他们 请注意 神赐下信心 因此他不可能按照他所预见的信心而拣选他们 大街上有二十个乞丐 我给了其中一人一个先令 但人可不可以说我决定要给这人一个先令 我拣选了他得到一个先令 是因为我遇见他要得到这个先令的 这就是在讲废话了 同样的 如果说神拣选了人是因为他遇见他们会有信心 这信心是拯救的萌芽 那么这就是荒谬之言 我们一刻也不能听从 那相信阿民念主义 与我们作对的人总是把堕落天使排斥在问题之外 因为他们不方便记起这个拣选的古老例子 神拣选一个人不拣选另外一个 他们说这是不公平 但他们会承认神拣选一类就是人类 因着罪的缘故放弃另外一类 天使沉默进入悲惨之中 对此神是相当公义 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不公平呢 一些知道的并不更多的人 会大叔特殊神对我们悔改和相信的预知 说到拣选是按照神的预知 这是一句非常合乎圣经的话 但是他们对此做了非常不服圣经的解释 他们慢慢推进 接着宣告说神预知他百姓的信心和好行为 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因为他预知万事 但他们毫无根据的推论又来了 就是 所以主拣选了他的百姓 因为他预知他们要相信 所预知的长处不是拣选的原因 毫无疑问确实如此 因为我已经向你们表明 主预知我们所有的罪肯定的是 如果我们的信心理和良善有足够的功劳 使他不得不拣选我们 那么我们的恶行就有足够的过失 使他不得不拒绝我们 所以 如果你们让预知按一个方向运作 你们也必须接受他按另外一个方向运行 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蒙了 拣选 这不可能是出于我们身上任何好的或者坏的事情 而是按照他自己旨意的目的 正如经上所记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也请记住 神他自己不是预见在我们里面有出于我们自己的对他的爱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 永远也不会有 他只是预见我们要相信 因为他赐了我们信心 他预见我们要悔改 因为他的灵要在我们里面做成悔改 他预见我们要爱 因为他在我们做成了这种爱 他预见要给我们这些 这其中有什么能说明他要赐给我们这些事的理由吗 情况是不言自愈的 他预见要做的事不可能是他要这样做的原因 亚伯拉罕身上没有任何超过我们任何一味的东西 使得神拣选了他 因为不管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 这都是神加给他的 如果是神加给的 他加给的动机就不可能是他加给这个事实 一个挑起争端的人曾经说过如果我曾经想过神 有一群被拣选的百姓 我就不会去传道了 这正是我要传道的理由 那让他消极的事情是我热心的泉源 如果主没有拣选一群要得到拯救的百姓 再是凤里就没有什么给我鼓舞的了 我相信神要拯救他自己的选民 我也相信如果我不传福音 人的血要归在我的门口 我们的救主已经命令我们去向万民传福音 他不是说只向选民传 尽管这看来是我们可以做的最符合逻辑的事情 然而因为他没有乐意在选民的额头上盖印 也没有在他们身上放任何特别的标记 这对我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当我们向万民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自己会做分别 基督的羊要听他的声音 要跟从他 神不是因为他们圣洁而拣选或呼召他们 而是他呼召他们 使他们可以成为圣洁 圣洁是他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美好工作 文典不会拣选一个人 然后任由他保持原样 四 四不真论福音 人听福音是要承担责任的 听到福音 这是一项极大的特权 你们可能会笑一笑 认为这不是什么很重大的事 在地狱里被定罪的人知道的很清楚 不 如果他们可以现在听到福音 他们会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如果他们能回来 只是接受那能逃脱将来愤怒的盼望的影 他们会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在天堂里的救的人是非常看重这个特权 因为通过这福音的传讲 他们得到了拯救 他们就不能停下来 不为他们的神用他真理的话语呼召 他们而称颂他 哦 愿你们明白这点 在你们临终的床上听到一篇福音不道 这和现在你们认为的会是完全两样 我亲爱的还没有得救的听众 神是怎样看待福音的 你岂不知道 从永世以来这一直是他思想和作为的主要对象吗 他看他是他所有作为中最伟大的 你不能想象 他传他的福音到这个世界上 是让你像踢足球一样玩弄他 让你可以把他踢一踢 像腓利斯对保罗说的那样 图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你肯定不能相信 神传他的福音到这个世界上 为的是让你把它变成一件玩具 像亚基帕对保罗说的那样 图章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然后从你心里把对他的所有想法都放到一边去 你甚至不能不静地谈论起福音 而不犯下一件大罪 要逃避加了糖的福音 就像你会回避加了千毒的糖一样 要追求那撕开 撕裂 切开 击伤 砍伤 甚至击杀的福音 因为那是让人活过来的福音 当你找到这样的福音 要好好听从 让它进入你最里面 正如雨水渗进土地 同样求神让它的福音渗进你的心灵 绝不要对福音的大能失去信心 不要相信会有任何人 更不用说会有任何一族人 是福音不适合他们的 让这对你来说成为真正传福音的标志 就是在其中基督是一切 人是一无所事 就是在其中救恩全是恩典 是通过圣灵把耶稣的宝血 加在人心上做成的 如果神不用真理救人 那肯定他不会用谎言救人 如果那股旧福音不足以带来复兴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复兴 在现世 在永恒 我的灵魂是选于基督和他所做成的事上 如果你的灵魂也是选于其上 你就像我要得救一样 肯定要得救 如果你信靠基督却失丧了 我也要和你一道失丧 和你一道下地狱了 我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活过 死了 被埋葬 复活 升天 在神右边仍然活着为罪人 代求这个事实之外 我别无其他可以信靠 我们有一个不改变的福音 不是今天是青草 明天就成了甘草 而总是不病之耶和华的永存的真理 如果主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 这还不是福音 我就没有别的福音可传了 福音的核心是救赎 救赎的核心就是基督代替的牺牲 当我们传基督钉十字架 我们没有理由张口结舌 结结巴巴 犹豫不决 或者不好意思要做辩护 福音里面没有一点东西 是我们有理由觉得羞愧的 五 私不争论父母的责任 如果你们容许 我在讲这结经文 提后一章十三节 所提到支持点钱说上一两句 我就要说 第一 如果你们要持守真理 你们就要努力去认识真理 除非人对一件事情有很好的认识 否则他是不能把它持守的 我绝不要你们有像那位矿工一样的信心 当他被人问到他相信什么 他说他相信教会相信的 那么教会相信什么 他说教会相信他相信的 他相信教会相信的 就这样这件事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我们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信心 那可能是一种不屈不挠的信心 一种非常固执的信心 但那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信心 我们要你们明白事理 对事情有真正的认识 人之所以离弃 真理投奔错误 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明白真理 十有八九 他们没有用开窍的心思 接受真理 做父母的 让我劝勉你们 要尽你们所能 给你们的子女正确的教导 教导他们基督福音的伟大真理 我相信爱文曾经讲过一段话 这段话是很有道理 他说 在这档金的时代 你们夸耀 因为你们有安息日学校 不列颠学校 以及各样教导年轻的人的学校 就以为自己是在高尚的光景里 我要告诉你们 这些是慈善的 是伟大的 但他们却是你们蒙修的记号 他们表明你们的国家 并不是一个父母 在家中教导儿女的地方 他们更加是表明 你们缺乏父母的教训 尽管这些安息日学校 是蒙福的 但他们却表明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假如我们都在家里 教导我们的孩子 那就没有必要 让我们不认识的人 告诉我们的孩子 要他们去认识主了 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放弃在家里 对你们的孩子进行教育 要理问答教育 这个优良的清教徒传统 任何一位把孩子完全交给 另外一个人去教导的父母 都是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一位老师 希望免除父母自己当尽的责任 老师是协助的 但神绝没有让他成为一种替代 你们当教导你们的儿女 重新拾起你们那古老的要理问答 因为他们毕竟是蒙神祝福的教育手段 下一代人要超越他们之前的人 你们这么多人信心软弱 原因就在于你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在基督福音的伟大道理上受教 如果你们有的话 你们本来就会在信心中如此扎根 坚定、稳固 以至任何东西用尽一切手段 都不会把你们动摇 那么我恳求你们 要认识真理 您就更可能会牢牢把真理持守 六、四不真论管家与金钱 我要你们非常留心的第四样恶事 就是世上邪恶的加增 特别有两种形式 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 一种是在口头认信的基督徒当中 日益加增的对世界的爱 在很多方面 他们沉迷在奢华当中 奢侈的习惯、服饰、用品、艳乐 等等等等 浪费他们做管家要管理的财物 当一个人慷慨为神的事工奉献 我认为禁止他在其他方面慷慨花钱 这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人通常会按比例花费 高举一个可恶 既不像神也不像人奉献的吝啬鬼 以此作为榜样给一个大手大脚花钱的人看 这可是荒谬的 但是现在有太多的炫耀、奢侈 把主人的金钱浪费在世界的欢乐 和令人质疑的娱乐之中 是的 这些娱乐是比令人质疑还要糟糕 一些被称为是基督的牧师的人 在今天甚至为那些连道德家 都觉得要抛弃的娱乐做辩护 但是让我们希望这些牧师不重负这样的错误 我们在和这日益增长的恶事打交道时 一定要小心 有智慧 但也要决断 否则教会就会丧失一切的灵性了 杠、全能侍奉 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出身安排他所在的地方 这都是有目的的 这第一点的实际应用就是让你们去问 神把你们每一个人放在你现在所处的地方 这有什么实际目的 你们一直盼望着可以换另外一个位置 在其中能为耶稣做一些事情 不要想这样的事情 而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是奉他 如果你是坐在王的大门口 你在那里有可以做的事 如果你是坐在女王的宝座上 在那里有你可以做的事 不要问是当守门人还是当女王 而是你在哪里 就要在哪里服侍神 弟兄 你富有吗 神让你做一名管家 你当小心做一位好管家 弟兄 你贫穷吗 神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 你可以更好向贫穷的圣徒说安慰的话 你在做分配给你的工作吗 你生活在一个敬钱的家庭里吗 神把你放在如此让人欢喜的位置是有目的的 你生活在一个不敬畏神的家庭里面吗 你是挂在黑暗处的一盏灯 你荡在那里发光 以丝铁做得很好 因为它就像以丝铁当行的那样形式 莫迪改做得很好 因为它就像莫迪改当行的那样行 我看到你们大家的时候 我在想 神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就像一位英明的元帅很好安排他军队的不同部分 尽管我们不知道他的作战计划 打起仗来我们就会看到他已经把每一个士兵放在应该所处的位置 我们的智慧不是切勿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去论断处在另外一个位置上的人 而是每一个被耶稣宝血买熟的人都应当把自己全然归圣交给主 说道 主 你要我做什么 我在这里 靠你的恩典我要预备这样行 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就是神在他的护理中 把他的仆人放置在他能用得着他们的地方 杠以丝铁记中所现的神的护理 神的工作就像一张有很多网眼的渔网 彼此互相连接 我们是同一条链子上的环节 不把其他摇动自己就动不了 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神按着这个事实看待我们 与我们打交道 他不会为了手的缘故而祝福手 而是为了整个身体的缘故 那么亲爱的朋友 你被神拯救 好让你可以救别人 你受教 好让你能教导 你在信心中得兼顾 好让你可以兼顾其他人 神把银子给你 好让你使用他们为你的主 得到天上的收益 不管你有什么 你都不应当为自己收藏起来 或者用在你自己身上 而是你可以使用他做神的好管家 谁知道呢 你在神给你的这个时候进入这国度 而这时候是需要你 还有你所拥有的一切的 杠以撕铁的高升 接下来请留一神的仆人 无论是蒙兆的牧师亦或不是 那些真正是神仆人的人是做管家的 因为他们是在神的直接掌管之下 在神家中的一个普通仆人 可能是从管家那里得到命令 但是管家不从任何人 只是从主人那里领命 所以如果他不是经常向主人汇报 不是清楚认识到 他是在他主人的手下 不保持每天与主人的交通 好使自己明白主人的心意 能够像与他在一起的仆人传递主人的意思 他就会落在邪恶的光景里 整个家也会落在邪恶的光景里 杠中心的管家 真正的管家是被委派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如果他不是委派的 嗨 那么他就根本没有资格做管家 地主不会缺席 伟大的主人总是在身边 做管家的不断去到他那里 给他一切的工作交账 事情就会顺利 管家管理他主人的积蓄 确保他们不被浪费 但是他也特意彰显他主人的慷慨 不让家中任何一人有任何缺乏 我认识一些假装是基督管家的人 他们很明显是不懂得怎样管理 纲一年最后的步道讲到第24节45节号 首先要对你的时间管理做一个交账 你是怎样使用时间的 岂不是有很多时间被容许虚度 或者比浪费更糟糕的是 这些时间被用在轻浮和罪孽当中 你活着是不是像一个将死的人那样活 你有没有使用你的时间 记住他们是很少 比皇帝冠冕上的钻石更加宝贵 你怎样用你的时间 是不是大部分都用在放纵 用在空谈 用在不造就人的方面 你不需要为花在为了维持你身体健康 让他能更好是奉主的合法休息 娱乐上的时间而自责 杠大都会回目堂讲道极 但无论如何 对每一个人来说 无论他是富有 或者无论他是担任牧师的职份 在他死前都要为他的管家工作交账 做母亲的 他的小孩子一个接一个被冲走 这是给他的信息 你不可再做管家 教师的学生被分散了 或者他自己不能上学 对他的话也是 你不可再做管家一个上班 本来可以和他的同事分享的人 他被挪开 也许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被安排去了一个位置 在其中他口被封闭起来 现在他不能再做管家 当你有机会 要用尽一切的机会 抓住他们的翅膀 在你今天还能的时候 就是奉神 是今天 今天 今天 让每一个黄金时刻都切切来是奉神 免得神对你说 你不可再做管家 杠 大都会会目堂讲道极 正如彼得发现这祷告如此适合他 同样我把它推荐给你们每一个人 你最近变得富有了吗 那么你会受到试探变得骄傲熟悉 所以要祷告 主啊 就我脱离 这常常伴随着富足的凶恶 你现在赐我这财富 请帮助我做他的好管家 不要把他变成偶像 或者你变穷了 你的生意失败了吗 你那一点点积蓄 是不是几乎用完了 那么这有和贫穷 联系在一起的危险 所以要祷告 主 就我脱离 变得妒忌 或者不满 让我愿意明愿贫穷 而不要为了得到钱财而做任何措施 杠 彼得最短的祷告 首先 管家是仆人 仅此而已 也许他并不总是记得这点 当仆人开始 以为他是我主 这工作就变得很可怜了 被他们主人尊荣的仆人 如此容易自高自大 这真可怜 他把自己看成什么 这多荒谬 我现在说的不是管家脚夫 而是说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高举自己 我们就会遭人蔑视 我们就不能尊荣我们的职份 不能尊荣我们的主 我们是基督的仆人 不是他产业的主 杠管家 我的朋友 把你的钱留在你的钱包里 有人说 这是所罗门的其中一句真言 另外一个人回答说 这句话不在那里面 另外一个人说 那么他本来应该在那里头的 如果所罗门曾经知道 不限了一个先令的滋味 他会说上这句话七次的 我想他在实质上这么说过 即使不是用这么多的字 特别当他讲到蚂蚁的时候 更是这样 但不管怎么样 要肯定这点 就是口袋里的一个英镑 和法庭上的一个朋友一样好 应该是更加好 如果你活着 缺乏那你曾经浪废掉的 这要让你满了愁苦 足以直到到你进坟墓的日子 把一磅黄油 放在烤肉架上的人 不仅黄油没有了 而且还会生出如此大的一团火 弄得他不会很快就忘记愚蠢的浪费 导致可怕的邪恶 所以约翰耕农恳求他所有的伙伴尽全力 逃避此事 把钱寄到邮局储蓄银行礼 为年老 为缺乏 在你还能的时候就存钱 早晨的阳光 不会整天都有 金钱不是主要的事情 它是远远低于神的恩典 和对基督的信心 正如耕地在星星之下一样 但仍然 敬虔既有来生的应许 也有今生的应许 那真有智慧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人 也会有足够的智慧正确 使用神乐意 嫁给他的其他事情 杠约翰耕农徒解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 深而是八丈五节 顺服要给我们的勤奋为我们赚取回来的一切 供应带来祝福 那来了立刻又去的 就像篮子里马上要用的水果 要蒙祝福 那加给我们更长一段时间的 同样要蒙祝福 也许我们的粪就是一筐子 我们早上出去做工 只吃了一点点早饭 筐子里 只有一小口给晚饭吃的 这很好 因为神应许要祝福这筐子 如果我们活着有什么就吃什么 每天的当天的供应 我们仍像以色列人一样蒙福 因为当耶和华款待他所宠爱的民 他只是一次给他们一天用的吗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吗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吗 但如果我们有团面盆 我们是多么需要耶和华给他祝福 因为这样就有得到的挂律 保存的挂律 管理的挂律 使用的挂律 除非主给他祝福 否则这些挂律要吃透我们的心 直到我们的财富变成我们的神 我们的挂律成了苦恼 哦主 祝福我们的所有 加力量 使我们能为了你的荣耀 使用他们 帮助我们把世界上的事物 保留在他们合适的位置 永远不要让我们的储蓄 危害我们灵魂的得救 杠 信心的支票本 以下摘字 思不真真言及 卷二 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把你一切所有都冒险 放在任何一项事业上 这是不明智的 如果你有任何积蓄 把他们放在几个地方 海员是这样说的 不要用一条船 撞你所有的货物 很多人能赚钱 很少人能用的好 即使把钱留住 这也不容易 很多最愚蠢的投资 是由那些在他们自己的生意中 精明到了极点的人做的 支羊毛要比减羊毛难 许多人积攒了银子 却失去了灵魂 许多人的灵魂 被这人对金钱的大大热爱毁了 尽管他只有一点点的金钱 可以去爱 借钱很快就后悔 就算借的人不后悔 借出的人也开始会后悔 一般来说 他会后悔 因为与之分手 他是再也陷不到他了 金钱烧伤很多人 他们为他们的财富所伤 一些人被贿赂烧伤 因为收了钱 自由就没有了 钱向人招手 但不会停留 他是圆乎乎滚开的 他能推磨 但是比磨坊的水车轮转的还要快 他是留不在钱包里的 就像血留不住在火炉里一样 至少我观察的 确实是这样 但为什么我们希望他留下来呢 他是流通的媒介啊 我们为什么要扣留他呢 如果他不动 他就要生锈了 让他走动去做好事吧 我敢说 安息日赚的钱是一种损失 因着我们不顺服神的律法 魔鬼背上背着来给我们的 这不可能是我们的祝福 因着疏忽休息 失去健康 因着疏忽不听福音 失去灵魂 这些很快就要把看起来的得力 变成实实在在的损失 金钱能给罪赌金 人说金钱这样东西能除去人品的污点 但按这种能力来说 他是失败的 那些可以被金钱镀金的人品 肯定是滑而不失的东西 金钱是一位好仆人 但他是一位糟糕的主人 就算作为仆人 要让他合一顺服 这也不容易 如果钱能让狗跳舞 他也能让人骄傲 如果我们把钱当作我们的神 他就会像魔鬼一样管辖我们 人常常会因为墨钱而失去钱 特别是当人因为无力支付律师费 而不能伸张他们权利的时候 然而 如果一个人有大把的现金 把好好的钱浪费在坏事上 这也不是明智之举 对人来说 金钱是让人上钩的最好工具 人会贪婪咬金子或银子的钩 但是这样被钓着的人值得去钓吗 那能被收买的人 我想是以前不值的 金钱是智慧人的仆人 愚昧人的主人 钱生钱 下金蛋的鹅 很有可能在已经有很多蛋的地方下蛋 也许因为它是鹅的缘故吧 肥猪有猪油 资本靠利息增长 或者因为聪明使用带来利益 因此加增 钱是钱的兄弟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诗62章诗节 钱能打发兔子走路 让狗跳舞 万事服从金钱 这句话出在拉丁文 但在英语里也是真的 其他一切都不能做到的时候 一点点的香油能让门打开 当官的手里抓满银子 他们就大大心软了 按照更好的意思 一位好妻子 如果她的家用可以加多 她会更高兴 更主动 如果她用来持家的钱太少 她的动力就没有了 钱常常会会调正她的人 人想钱想得太厉害 这对她的思想 有误会和降格的作用 钱和人互相虚假作戏 人正虚假的金钱 金钱让人变得虚假 金钱比能言善变说话 更有力量 太过经常的是 因为讲话的人很有钱 她就能得到人的注意 得到那些认为没有钱带说话 就没有道理的人的赞许 下面这句诗能很好表达这个意思 有钱的人说话流利 她是勇敢 崇高 智慧 英俊和金子在一起的一切品格 都是好事 钱飞走了 他们也就消失 用在脑子上的钱 从来不会白花 把你的钱倒进你的脑子里 你就永远不会失去它 教育如此得意 它是值得 他一切的花费 甚至更多 然而一些人 在学校里 什么也没有学会 很多做父亲的 当他们的儿子从大学里回来 会这样说 我把金环扔在火中 这牛犊变出来了 尽管魔鬼把水浇在火上 钱也能把锅烧滚 但这样的燃料是靠不住的 我们需要一些 比仅仅是金钱更好的东西 来让我们的锅继续沸腾 这样的沸腾池早会把人烧伤 美德失败的时候 金钱却能得胜 情况变成这样 这可真是可怜 但是对世人来说 有钱是好事 这庸俗的错误 很难死掉 穿黄马挂的人得胜 金丝却依然是人所宠爱的鸟 金子做的锤子 打不开天堂的大门 钱能打开地上许多的大门 因为贿赂盛行 但他在那将来的世界 全无能力 金钱发话 比十位国会议员 更能说服人 但他不能说服那位伟大的审判的神 钱袋空空也比装满别人的钱要好 用欺诈致富 这是诅咒自己 有尊严的贫穷 绝对比不诚实的富足 或者大大举债 更值得我们羡慕 印度人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欠债 一杯粥水也就足够 用你的钱行善 否则他就不能对你行善了 在他本身 他是没有能力对你行善的 他甚至能给你带来祸害 但是如果他是为了神和他的工作 还有穷人去加以使用 他就要给你自己带来祝福 没有欺凌